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香料法印度餐厅宽敞的厨房内,来自印度的行政主厨博文正在教厨师们烹饪餐厅推出的新菜罗旺子咖喱虾 他一边拿着锅铲熟练地往锅内添加香料,一边用流利的中文进行讲解 印度菜独特的浓郁香气弥漫令人食指大动 据悉,今年35岁的博文来自印度德拉敦,于2010年来到中国,一直担任香料法品牌的行政主厨 期间曾在重庆、西安、武汉、昆明等城市工作,最终被成都安逸的生活环境和浓厚的美食氛围所吸引,选择在此定居 在博文看来,美食是促进文化交流最接地气的桥梁。他坦言,他对中国的认识大部分都源自于美食。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从而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当地的文化等。 对他来说,美食就像城市的一张名片,一道特色美食就能让他记住整个城市。 中国的朋友呢,他们就可以带我的这种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地方我也不知道。 上次他们带了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呢,他带了我就是在那个框键箱,框键箱是口锅店里面呢,他是口锅店里面带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标案,他就那种的就变了,自己的那个脸就聊聊聊,很变了。 他这个是四川的一个老的文化,传统文化,所以我了解了这种的时候,我吃了口锅的时候,我就聊有这种的,以前就是不知道,然后去了那边以后,就是了解了这种的文化。 有了自己通过美食了解中国的经历,作为一家印度餐厅的行政主厨,博文也希望能借助自己的工作,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原汁原味的印度菜。 同时,在顾客品尝食物的同时,他也希望他们能对菜品的发源地产生好奇心。 从而认识这个地方,甚至去当地旅游,进一步加深对印度的了解。 他来这里吃饭以后,我们有的时候我也可以跟过通,就是可能聊天,他也可以问其他的,就是印度的其他地方的那个,不是一个美食的里面,他也可以问我的印度的推荐是什么,他来这里吃饭,吃了美食,以后他了解了这个东西。 他以前不知道印度什么样的,过通来后呢,他们就娶过印度,然后娶了,一次娶了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然后他娶了两次三次。 博文介绍,如今不仅是中国民众对印度菜,甚至对印度的了解,接受度越来越高,印度民众也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印度的中餐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外国美食,未来,他希望自己也能在印度开一家中国餐厅,传递中国美食文化。